第六十一集 下 因为桑芝的态度 之后施小雨的行为明显要更恶劣 觉得合理的 桑芝还会忍着 觉得施小雨是没事找事的 桑芝就会面无表情 又礼貌地回应几句 中途施小雨去上厕所的时候 万哲和何彭星忍不住过来跟他搭话 你今天吃炸药了 牛逼啊 你不怕他之后更加针对你啊 桑芝翻着文件 无拨无拦道 忍着照样被骂 我还不如给他找点不痛快 好 干得好 但我不敢 我也不敢 为了新来的三个同事 老板张辉决定组织个聚餐 当时迎新party 所以今天下班的时间格外准 施小雨想刻意给桑芝找点事情做 也没找到理由 聚餐地点在附近的一家自主餐厅 在张辉面前 而且还是下班时间 施小雨也没敢太放肆 也没再刁难桑芝 这一场结束 一行人决定到附近的KTV放松一下 桑芝不太想去 但见其他人都去 他也不好意思提出提前要走 想着过去待一个小时 然后就找个宿舍门禁或者别的什么理由 先一步离开 路上 桑芝听到施小雨在跟张辉说 啊 辉哥 我朋友打算来找我 让他一起来行不行 张辉笑着同意了 桑芝也没太把这当回事 走在后面 沉默地在微信上跟段嘉许说 自己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没过多久 桑芝便见到了施小雨口中的朋友 是许久未见的江影 在这一刻 桑芝也突然想起了 一开始为什么会觉得施小雨眼熟 她的脸渐渐跟在火锅店的时候 拦着江影疯狂举动的那个女人 重合上来 桑芝坐在KTV的角落 情绪很淡 盯着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的江影 两个人目光撞上的时候 江影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桑芝也装模作样地露出了个笑容 其他人唱歌玩骰子喝酒 桑芝只跟着玩了一会儿 就坐回角落 不知不觉 江影就坐到了桑芝的旁边 她看上去很正常 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温和的 听说你才大一啊 桑芝装作没听见 不吭声 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 跟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在一块 开心不开心啊 阿姨 我要是真的缺钱呢 我就去找份家教 或者去外面打个暑假工 都比这公司实习来得快 没别的意思 你要是想说这个 我先提醒你一下 不然你说得累 我听着也烦 桑芝抬头笑眼弯起 江影脸上的笑容脸著 定定地盯着桑芝 嘴里突然灌了好几口酒 也许是因为周围在场的人多 她没有做出什么激烈的举动 桑芝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江影问道 你的父母能同意你跟他在一块吗 你真觉得他喜欢你啊 小姑娘 认真跟你说一句 这个男人特别缺爱 江影轻声说道 你对他是不是挺好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对他好一点 他总能把这种感觉误以为是爱情 我看你确实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 但如果你要跟他提分手 你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吗 桑芝低头玩手机 一声也不吭 江影用手指轻轻戳了戳他的手背 说道 他会觉得没关系 你能找到更好的就行 桑芝的心脏像是被扎了一根刺 唇角用力地勉了一下 然后呢 你这样的人他能找出千百个 桑芝这才开了口 轻声问道 你来找我说这些话有意思吗 被我撤到痛点了吧 真是抱歉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看不惯他 好心提醒你 你说我没事针对他干什么呀 因为他爸开车把我爸给撞死了 我知道 江影一愣突然大笑起来 全身都在等 这事他告诉你了呀 太好意思说呀 真是脸皮够厚的 都这个年代了 一千年前连作词早就废出了阿姨 沉默好半声 江影江影地扯起嘴角 凉凉的 那我找谁愿 如果你家人出了这样的事 你觉得你不会变成我这样吗 段家许的爸爸犯了罪 所以法院判了刑 他会因自己所犯下的罪 得到惩罚 江影猛地打断他的话 冷笑道 我爸本来能活 段志成那个畜生 撞了人之号逃逸 怕坐牢 怕受到别人指指点点 然后就跳楼自杀了 你告诉我 他受到什么惩罚了 这事丧志也是第一次听说 先前听段家许说 他爸爸成了植物人 他也是因为那场车祸 造成双方的影响 两久后 丧志抬谋与他对视 语气轻轻地道 那段家许 不也是受害者吗 丧志找了一个理由离开 江影没有跟着 丧志心里憋得慌 一时也不想回学校 到附近买了份 章鱼小丸子吃 没过多久 他收到了段家许的微信 在哪儿 我过来接你 丧志给他发了一个定位 这儿是个小广场 还算热闹 有一群人在不远处 玩轮滑和滑板 丧志坐在旁边的小石阶上 把章鱼小丸子吃完 他把盒子放在一旁 闷闷地打了一个阁 他想着江影的话 莫名开始有些失神 回想 这段时间跟段家许的相处 段家许对他是很好 什么都迁就他 丧志想做什么都去陪着他 丧志不愿意的事情 他也不会强迫 他对他真的很好 这样还不算是喜欢吗 但是从第一天起 丧志就很清楚 他们的喜欢 应该是不对等的 段家许是一时兴起也好 是日久生情也好 只要段家许 有一点点喜欢丧志 好像也就足够了 丧志呼地站起来 盯着别人 嘻嘻笑笑地玩着滑板 注意到 远处有个男生 牵着女生的手 小心翼翼地扶着他 像是怕他摔倒 然后猛地被他亲了一下 表情愣住 面红耳赤地松开手 结果两个人一起摔了 却都在笑 丧志看着 也莫名地跟着笑 他看了好一会儿 段家许才给他发了个微信 说他到了 丧志跟他回着消息 问他具体的位置 没过多久 就看到了段家许的身影 丧志把手里的盒子扔掉 站在段家许面前 段家许上下观察着他 问道 喝酒了吗 丧志摇了摇头 抬眼看他 突然问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不 问 你为什么喜欢我 文言 段家许愣了 好笑的 这还有什么原因 丧志顿了一下 轻轻呕了一声 哦 也是 怎么了 嗯 没什么 丧志低下眼 不得松开段家许的手 翻着自己的包 从钱包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个给你 嗯 我之前办的卡 里面有一千多块钱 我上学期参加那个比赛 我们组拿奖了 然后把奖品卖掉 分了钱 我还做了几份家教 不过有点少 加起来没多少钱 奖学金 不知道能不能拿上 如果我拿到了 也转进去 这个工作 如果我能坚持坐下去 应该也有两千块钱 到时候也会转进去 段家许有点反应不过来 猴急上下滑动 为什么给我这个 我就是想告诉你 丧志鼻尖一酸 轻声说道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所以 你不用找别人对你好 我能永远 毫无保护地对你好 段家许歪着头 低下眼看他 这是要 包养我的意思 但怎么说的这么委屈 段家许从口袋里 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 放在丧志的手心里 说 拿这些钱 给自己买漂亮的裙子穿 而后 段家许接过他手里的卡 这个 就用来包养哥哥 丧志抬头看他 这钱给的还不少 所以 段家许心情似乎不错 伸手捏了捏 丧志的耳垂 往他耳边 吹了口气 说 老板 你想干什么都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